买坏的东西来过日子 来起种种的名 接下来 然后根据种种的假名 做种种的妄想 所以这个妄想 就是加上执着 有执着才产生妄想 你不执着才产生什么妄想呢 是不是 就是加上一种 这个妄想包括两种力道 一个是执着一个是分别 然后呢 进入一种强大的习气 从小到大 包括我们所有的教育 你跟他讲 这是茶杯 这是桌子 从小叫这个小朋友 小朋友一定讲这是茶杯 你跟小朋友讲 这是桌子 他说爸爸你错了 这是什么是桌子 这是杯子 他说马上就讲你错 你跟他讲 杯子空无自信 桌子空无自信 那杯子是人定的 桌子也是人定的 那么就会产生种种名相 的妄想 在这之外 明相不能产生妄想 而是那一份强大的认同度 坚固的执着 才产生妄想 所以不是相的问题 是内在没办法透视那个相的不实在性 空无自信 他不能体会 所以死之那个相 误认为真的 所以在这 那么这样你就知道了 我们就 啊我呀 这辈子嫁给你 我很幸运 我的下辈子 还要再嫁给你 你看那种妄想 还延续到下辈子了 是不是 所以在座主委 我们今天呢 夫妻呀 来结合在一起 建立这个家庭 你如果 妄想说 永远的 这个幸福的家庭 这个是不可能的 有一天 不是老公先死 就是老婆先死 所以邪佛 就是你要先有心理准备 死的时候 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的心就不会那么痛 你一定要有心理准备 邪佛就叫你心理有准备 你一定要先接受 事先接受那种无强 变故 那刹那之间 否则你会哭得很惨 每天听到了佛的 佛的开示 一切法 无常一切法 无我 生灭变异呀 对不对 生生灭灭呀 那么妄想 就慢慢慢慢慢慢的减少 慢慢的减少 我们的政治 就会浮现出来 弱子吃等相 明妄想 皆是虚未